在上一节的节目 我们有提到意大利的一个村庄里面的房子会发生自然的现象 但是同样的事件发生在印度 可是印度却是因而发生了自然的现象 而这样的现象其实层出不穷 在印度的这个地区 300年来常常发生 又是什么原因呢 是 立冈这个真的很诡异 你看这是一个 这个小婴儿叫拉胡尔 他生在那个 你要不要听迪瓦南 印度南方的一个小村庄里头 再来讲一个小男很可爱 应该很好 他父母身家来 我都很高兴 可是问题是他生下来第九天 他就突然之间 就本来躺在那边都好好的 突然之间身上就起火了 怎么会这样子 他妈惊慌失措你知道 可爱去浇袭那个火焰 可是当时所有旁边的村庄人都疑心 是不是你这个妈妈是不是故意虐婴 拿火去烧这个婴孩 不然的话小孩子身上 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冒火 当然不可能 所以当时全村人都在怀疑他 可是问题是 这个事情不是只发生一次 后来又接连发生三次 而且一次比一次凶猛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烧到他身上变成十级烧伤 那很严重 对 你看小朋友烧伤了 你有没有看到 妈妈还带着送到医院去 在医院正在诊治当中 我跟他讲到最后一次 他凌晨四点多 小孩子在睡觉 突然之间又起火 他也赶快去救火 你说到了凌晨四点还会起火 对 莫名其妙自己起火 刚出生小孩子绝对不可能 自己去点火的 所以连他爷爷都跑去救他 那他妈妈当时也不在旁边 所以表示根本不可能是他妈妈做的 印度一些官方人 是还有科学家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想说 真的可能会人体自燃吗 所以就赶快去找到这个小孩 然后干什么 帮他抽血 要做研究 对 然后验他的尿液 验他的汗液 看说这个小孩的身体构造 是不是易于常人 因为自燃一定要有其他原因 结果验了半天 立冈你知道结果是什么 完全正常 没有结果 没有任何异常的现象 没有异常 那为什么会自燃 所以就很奇怪 人本身的皮肤汗液 这些都本来不是会自燃的 立冈你知道吗 也不是易燃物 在我们人类有记载以来 你知道人类历史上发生过 多少次自燃事件吗 多少次 大概超过两百次以上 这么多 对 这三百多年来 大概我们知道 已经超过两百次以上 而且还有很多经过科学的验证 那有一种说法就是人类到底为什么会自燃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身体的皮肤 你自己分泌出来的汗液 就会产生一些易燃的化学物质 那再加上人不是身上都会穿衣服 那你这个整个人就好像变成一只蜡烛 然后外面用 这很容易燃烧的衣服包着你 那只要你产生一些静电 或是遇到一些比较高温的地方 你说光静电都可以造成活起火的状况 那而且以前他们根据过统计 过去这两百多个例子以来 他们认为最容易发生在什么现象 什么现象 第一个是老人 新陈代谢不好 第二个是酗酒 因为你常常爱喝酒的 你说酒精浓度比较偏高 然后这种你就会造成什么 血酮症 什么叫血酮症 就是你那个汗液里头出来 里头都是含丙酮比较高 那在这种人的情况下 你就可能容易会突然之间自燃 只要你身上有一些静电 一下就会自燃出来 那最有名的一个案例 也是人类第一个开始 用科学来调查的案例是 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1951年 就是这位 你看这位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她当时梅利丽莎 她是一个人独居 在那个独居老人 佛罗里达圣比德报 这个地方的一个公寓里头 然后她是给人家租房子 有一天她的房东 就收到一个电报 你知道当时还有电报这种东西 然后收到电报 她就是给梅利丽莎这个女士的 然后她就想 她先帮她代收 那想说要把电报拿给人家 就敲她的门 敲她的门敲半天 没有人应门 然后她就顺手 就去扭那个门的把手 想说 就推推看 看是不是门没有关 就一握那个把手 那个把手热得发烫 把手发烫 对 她就 那个房东去想 这发生什么事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 为什么把手会那么烫呢 对 她就想一想不对 她自己一个人也不敢进去 房东太太赶快去找了 另外两个人来帮忙 你知道 结果一帮忙 他们好不容易把门一推开 你知道一股热气喷出来 他们所有人全部被热气逼退 因为你如果站在那边 你可能会被烧伤 然后那情况不是很诡异吗 就大家好不容易等热气消散之后 就走过去看 就发觉你知道 那个老太太平常 他们坐在一个 就是摇椅上面 就那个摇椅已经整个烧到不见 起火了 对 然后旁边的那个客厅跟厨房之间 那个木板墙 也被上面有烧灼的痕迹 你看 这后来火厂的见识 有没有看到 这边都有烧焦的痕迹 对 整个烧焦 这里也有烧灼的痕迹 但是很诡异的地方就是 那老太太他 人呢 老太太人已经不见了 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老太太不见了 对 然后你知道 那这里有可能是电线走火了 有可能或是说各种其他原因 大家就开始找 然后在现场找 就找到一些碎骨头 然后一个连着鞋子的脚 脚的下 脚踝那个下半部 等一下 你说有人体的一些残骸在那边 对 你知道这个老太太生前 大概中175磅 就差不多将近80公斤 后来他烧到只剩下差不多10磅 所以你意思说 在这个地方的烧焦点这里 其实老太太人也是在这边身亡了 他整个人被融化掉了 你知道吗 这么严重啊 超级夸张 要把一个人融化 那个至少几百度以上的高温 六百度以上的高温 对啊 那个吓死人 可是问题是诡异的事 就在那个摇椅旁边 那个摇椅整个被烧毁了 摇椅旁边大概不到30公分的 一堆报纸就连烧着的痕迹都没有 非常奇怪 报纸没烧 报纸没烧着 报纸是毅然的 反而没烧 人反而却烧成灰了 他旁边的石膏板墙 也完全没有烧着的痕迹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莫名其妙 对啊 你看这石膏板 这边都是白的 没有烧着的痕迹 所以后来FBI也来了 病理学专家也来了 然后当然那个法医也来了 然后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全部来 验的结果是 找不出任何原因 无解 对 完全找不出任何原因 所以自然到底是什么原因 到目前为止 还是科学界一个谜 人体会自然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到现在是个问号 但是人如果集体会昏倒 是因为闻到了什么样的气体 还是说他们受到了 什么样外力的影响 在前线时候 在这日本的福岗 一所高中里面 二十几个女生 突然之间瞬间 全部都倒在地上了 他们是在演戏吗 还是说他们受到了 什么药物的刺激而影响呢 不过有人就说到 这二十几个人之前 去了一个灵异的地方 是否是那个地方的磁场 让他们受到影响 立刚这个在 朝日新闻里头 报道中有提到 这个事件在福岗当地 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我们马上来看照片 发生的地点在这 它是福岗的柳州高等学校 就我们讲的高中 左边这张照片 何秀桑老师的照片 其实大家都可以清楚看到 陷于校园一片混乱 因为有人昏倒 话说当时上课的一天中午 突然有一位女孩子 女学生 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同班同学众目睽睽之下 突然站起来 然后大声尖叫 然后讲了一些 就是那种 听了会让人家不舒服的一些语句 就是跟打打杀杀有关的 那我就不罪一份 结果讲完毕之后 碰 他就昏倒 就昏倒之后 同班同学全部愣在那 那比较大胆的 就马上上前 你不上前还好 你上前之后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晓得是当下会被那种情绪感染 还是说真的有什么 我们不晓得的力量 上前的人 就会跟着 一样开始 歇斯底里的大叫 惊恐 甚至可能会在生理上面出现一些 比方说 冒冷汗 眼睛真的很大 然后也 养了一些 旁人听不懂的话 接着跟着就昏倒 然后隔壁般的 看到旁边这个班怎么 一片混乱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大家都紧张 好奇也好 紧张也好 就马上去 去了之后 就全部好像那种 被传染的感觉 啪啪啪啪啪就倒了 你知道 这个事情我刚才讲是中午 他一直闹闹到了下午一点多 只好报警 严重到要报警了 所以招入新闻才会去 招入新闻不是小新闻 居然一个高中居然会停课 要报警了 这件事情 非同小可了 警察到了现场也跟你一样 始终也是摸不着头绪 当然就会问了一些原因 这个时候旁边就有学生讲说 老师还有警察先生 我跟你们讲 其实这个当事人 就第一个尖叫昏倒的人 他们在前几天 他们有一起去 一个知名的景点去游玩 但那个景点 它是一个 也有一些灵异传说的 然后旁边就有个学生说 而且老师我跟你讲 那个第一个昏倒的 那个女学生 当时在我们去那边玩的时候 她现场就有昏倒 所以就有人讲 莫非有不干净的东西 在现场就已经找到他们了 然后后来还跟他们回来 而且持续到事发的那一天 不过龙卷峰讲话 都是要平衡的 也有医生 还有专家有出来讲 其实这是一种集体恐慌 或者是集体歇斯体力 看人家不舒服 你就跟着不舒服 所以这个才会有 集体昏倒的事件 讲到昏倒 我们把事件拉到了东京 这是东京新宿的 歌舞伎町 大家有去过吧 那也非常热闹 可是呢 所有媒体就捕捉到 街头上面 一样出现了 集体昏倒事件 这个大家看一下 警察 医疗人员 路人 都在帮忙 你知道倒了几个吗 倒了将近十多个 结果那些警察跟医疗人员 去现场初步从他们的 外观征兆判断 你看影片当中 这些人 有的是已经整个 是昏迷不醒了 有的可能还有一丁点知觉 从外显的外观判断 不像是被下药 等一下 不是下药 不是像被下药 那会不会是像刚刚那个高中一样 那些女生受到了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的影响 而全部集体昏倒了 这个不是 因为我刚才讲 那附近是很多夜店 它是一个娱乐场所 所以他们没有那个问题 再来的话就是 那就喝醉 可是这也是集体昏倒啊 对 也是嘛 是不是 对啊 所以当然你也 跟福刚能的状况 有点雷同 好 所以当场有人就讲 就跟你提出一样的质问 那你又不像喝醉 又不像下药 那应该也是超异常事件 可能也是跟灵异有关 好 结果呢 排除了酒醉 排除了药 那大家就往那方面想 可是后来啊 这时候突然就有人就爆料了 说不对 爆料 其实我跟 爆料 这个啊 观众朋友看一下 要小心啊 这什么东西 放大 我放大给你看吧 这是一个胶囊 你知道吗 原来这个胶囊里头啊 它被放置了浓缩的 高酒精含量的Vaga 所以也就是说 有人刻意做这样子 自制的浓缩胶囊 里面是高酒精浓度的东西在里面 Vaga一般的酒精浓度 大概差不多40 50% 可是这里头Vaga高达了95% 什么 95% 那简直就是酒精啦 那这时候很多女孩子 她在喝啤酒 那不孝的人士就把这个丢到啤酒里头 然后融化之后 那95%就散出来 如果照实说是真的话 那再讲什么 她还是喝醉了 只是她是瞬间醉到不理人士 后来在网路上面 我们讲这种黑市在贩卖这种东西呢 可能因为事件闹太大了 所以后来这些Twitter 还有这个是Facebook 全部都被删除 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证实说 真的就是这种胶囊所造成的吗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种集体昏倒的事件来说呢 其实其中有许多的悬疑性存在 不过高雄气泡事件发生之后 云南发生了大地震 造成了289人的死亡 不过那边的救难人员 非常的困苦哦 因为他们靠着那肮脏的泥水 煮泡面吃 我们休息一下来告诉你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